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2點24分 沒錯,今天的這個盤勢比昨天還要更加的明顯的下殺 昨天就還扛得住 那今天就有一些個股 其實可能一些比較少量的 那或是說一些突破的時候沒有帶量 或是說突破有帶量,但是主力不想防守 對的,這些個股紛紛就是有去做一個 從K棒裡面,如果說你沒有經歷過今天的話 你會覺得說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假突破啦 比較看起來就是會是一個,呈現一個假突破 不過說實在啦,如果說從11月 然後到現在 今天算是真的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算是出貨吧 那也算是一個 我覺得 從11月過來特別難受的一天 那當然我在這個IG上面我就分享 雖然說我都不叫大家去看別人的對戰單 因為都賺錢沒什麼好看嘛 那我說賠錢的時候其實可以去看一下 有人如果願意PO這個賠錢的對戰單出來的話 那我會非常願意看啦 因為我們自己呢 賠的會相對於可能 相對於他可能會賠的比較少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看的 因為我們 基本上我們封控呢 一定要擺在第一個啦 你封控一定要做好 不要去亂追高 你這樣去亂追高呢 你疊下來呢 你一樣要進在一個 就是你第二筆蛋啦 就是打第二筆蛋在一個真正支撐上 然後最終好 停損了 最終停損了 你的虧損的%數呢 也不能夠太大嘛 因為你掉下了扭間 你去把你的平均層門去平滑化 最終你的這個最終好 可能你把它實現掉了 你把它賣掉了 那你這個這個虧損呢 不會是到一個%數非常大 不會到%數非常大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學的 如果啦 講一個很認真 的話題就是 如果股市很簡單 非常非常簡單的話 那大家都不用工作啦 大家都來炒股就好了 因為呢 如果真的有什麼 所謂的股市聖杯的話 那真的 我們這些小賺戶 基本上進去就是被割韭菜 那當然不是喔 就是你就算你資金再龐大 你只要有另外一個資金 比你更龐大 或是說另外一群資金 加起來比你更龐大 你有個10億 那但是 其他有大概5個人 他們各有5億 對你一個人 也打不過這5個人吧 你用10億去空這檔個股 但是這其他的5個人 擁有5億 總共加起來25億 全部選擇做多 你肯定也會死得非常慘 肯定會死得非常慘 所以股市裡面呢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進下去去操作的話 建議 一律這個右轉 直接去看這個 其實在台股裡面 點律率最好的 大部分是這個 講基本面的 然後 講一些 引收什麼挖歌 反正講基本面 會說講一些 永遠不會錯的0050 006208 如果說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轉去這邊 那我們這邊呢 是需要去訓練的 訓練你的心態 然後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那可能就是只能往那邊走 不然也不會有人傻傻的吧 可能大家幹嘛要存股 對不對 存股一年不過才5% 6% 7% 8% 對幹嘛存股 我一天搞不好 隨便買到一檔 然後隨便拉個掌停板 搞不好是10% 然後隔天又往上走 20%這樣 如果說那麼好賺 那麼簡單那麼easy的話 那大家都來炒股就好 所以 可以在今天呢 好好認清自己到底適不適合 那你是可以透過一些 去 虧損 然後 靠這個時間去磨練 我覺得 有興趣的 就是一樣持續去摸 那如果說真的沒辦法 那就是去存股 好好過生活 我覺得 也不是一個 呃 就是壞事 大致上簡略講 大致上簡略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盤400 那今天是 其實大盤沒疊多少 然後主要是櫃買再疊 那我們看一下櫃買好了 櫃買呢 我不確定我的線畫的正不正確啦 但是 今天這個櫃買的這個日K的部分 如果說我畫的正確齁 我畫的點位呢 就是從這個斜向的地方這樣畫下來 然後經過了 1 2 3 4 5 6 然後7 7個點區做測試的這一條 下山區域線呢 他今天是來做回測的 對那我自己個人有講 如果他跌破了這個地方 然後再跌破183的話 我就會把它視為說 這一個多頭的感覺呢 可能就真的瓦解了 就是不會有 那麼 資金那麼輪動那麼快啊 可能會休息一個一個月 那會不會再拉上來 這個我們不得子 我們這種不知道 只不過 現在我還是不會去 不會想去做口 我還是以偏多方為主 那可能是 會怕的話就是 減碼 會怕的話就是減碼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現在的行情 到底會怎麼去走 不過我們就是一樣嘛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個股嘛 對那如果說我們把它當作個股的話 理論上我們應該只能在 他的一個支撐 183這邊去做進場 對不對 但是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這樣的啦 你可以選擇說他跌到這邊的時候 你再去做這個 進場 只是買一些個股 看看那一天到達的時候 哪些個股到達支撐 不過我覺得這個 就算了吧 我們還是以個股自己的一些支撐 撐壓 然後去做正常的交易 我覺得會比較好 雖然說你也可以選擇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就不建議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的這個NAS的盤子 昨天呢 在這個地方做一下橫盤嘛 橫橫橫 然後橫到昨天晚上的時候 一開盤就往下跌 然後跌到 早上啦 昨天半夜的時候稍微來看一下 看到 滿晚大概看到 12點1點 那時候再練一些 呃 算是破底翻啦 不過最後總是練失敗了 是賠錢 那因為我是操作台股啦 那台股呢 我自己還是 發現 還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操作就好了 那一些其他這個海棋 這個 呃這個納子啊 我們就用 可能可以用啦 那我們這個 呃台子騎的部分 我好像 應該可能是我自己沒有去 呃領悟到 沒去領悟到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地方打了一個W 打了一個W底 這個地方打了一個W底 然後現在上來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在這個地方下跌的時候 我發到我們群組裡面說 這個地方是 這樣去走 這地方會這樣走 不過很可惜喔 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說現在到3點的話 3點一開盤 夜盤開盤 又可以來做單了 不過這個只有現在來操作納子的人 有辦法去做到單 然後如果說 真的是順勢買在最低點的話 是11545左右 然後現在拉到 拉15點 拉15點 然後目前的方向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是看漲 我自己個人認為是看漲 因為呢 這個W 這個地方呢 這個W底呢 它會形成一個 支撐的一個位置 它是一個技術型態的一個東西 就是形成這一層 那下面這一層其實我也是有看 有支撐 所以說 它這一層的支撐我會先看 我會先看 我覺得今天啊 應該說現在我會比較偏看漲 今天的這個夜盤納子的部分 我會比較偏看漲 以現在觀察到 那當然如果跌破這個地方呢 可能就會轉為 壓力也說不定 但是 可能有些人會在這個地方 搞不好等下又彎下來 然後破底 翻 昨天在練的破底翻 可能在這邊才有機會去用到 但是我們如果說操作個股呢 你看喔 這個地方W底嘛 然後這一個是它的頸線 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做進場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我們直接做一個左側的進單 我們又等待一個 一個破底翻 直接做進場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大三講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美元指數呢 它已經越過去它前面的這一層 前面這一層 那它比較大的 我是沒有特別去看啦 反正我目前就看它 有機會在這邊盤整 有機會在這邊盤整 那目前所看的一個 三針巨線的位置呢 在這一根 待會到三點就收盤 就是一個小時的K棒呢 不曉得它待會會不會跌回來 就收回來啦 目前是走戰的一個格局 是它有可能會遲 如果說真的收上去啦 收上去的話 那對於今天的美股當然不利 那如果說待會又是 到三點的時候又彎下來的話 然後這邊正式起飛的話 那它應該 理論上還是要彎下來 理論上還是要彎下來 不過 我覺得目前的美元指數 我沒有那麼 太大的想法 因為它其實真正的一個大壓力 還是維持在這邊 這兩條下山巨石線 所以它這邊 我只能說它應該是盤整啦 盤整下跌 盤整上漲都好可能 不過它上漲到這邊 我覺得在這個區域呢 又會比較看空的 因為它到達比較大級別 所以剩下這個位置 就是一些小調整 小調整這樣子 我覺得對於盤勢來說 沒有一個比較大的 明顯的一個改變方向的一個位置 除非說它上來這裡 然後我覺得說 那這個地方應該會先看有壓力 然後那個美股呢 然後 一些相關的一些貨幣呢 可能會是這個升值的 因為它會往下走 對 然後我們再來的話 看一下這個 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講 我們說在禮拜五之前應該會變盤 不過在昨天禮拜二的時候 它就已經到達這個下山巨石線 所以呢 它現在在持續去打 打這個 它這個平行線的位置 30.66左右 30.66左右 然後我早上就在觀察說 它如果說真的正式突破過去的話 那我們的台幣 我們的這個台股 可能有機會會回落一波 那現在其實就還是有機會 不過可以看到這個上山巨石線 它基本上收盤都還是收在上面 所以 已經快到最後最後 LAST的這個地方了 快到最後最後的地方 就是 大概在 最晚啊 我看這個上山巨石線 大概就是 要嘛就是到3點 要嘛到4點 基本上就卡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方向出來了 就會有一個方向出來 要嘛這樣子嘛 要嘛踩上去 對不過 拉到最末端基本上還是比較 看點啊 那它到壓力 我都會說沒過之前 都不要做任何的多彈 我不要做任何的衝動 不要覺得說它肯定一定會突破 對所以說現在的這個美元 對這個台幣呢 目前我還是看它會持續的去 去走 走這個 就是我們台幣會持續的去升值 所以說它在今天 或是待會兒入完之後 馬上 突破這個地方 突破上去這一層 那可能 可能真的有機會 台股就會進入休息了 現在其實就有點 今天就有點看到了嘛 今天就有一些外資 可能就一些賣壓就先走了 可能就是在這邊 互相的打來打去 互相打來打去 就是很多很常的上引線這樣 所以今天的盤石就不是到那麼好嘛 對不對 好啦我們最後 我今天忘記了 因為今天就是比較忙 然後再探一些個股 然後忘記發這個訊息 然後其實我妙眼 大概11點多的時候我妙眼 就好像蠻無聊的 就不想講 就有點懶得講 因為這個比特幣 這個圖是從上禮拜我畫到現在 頂多我那時候多多出這條線而已 就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那時候 上去之後賣了10% 所以下來之後就90%都還是抓的 然後就不太懂 我比這個台股還無聊 台股今天還往下殺 他還不是 還沒往下殺啦 然後我看 我目前還是以偏多為基準 然後有一些人是看說現在的 這個基會跌下去 就是每股的部分 可能會到 長到終點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就自己個人分析啦 除了說他跌破這一層 不然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偏多啦 只是他不太長而已 幾乎就是 在這個成本區附近晃來晃去 成本區附近晃來晃去 好 那我們最後就來講一個 這個 家全指數 然後家全指數目前 以前我依然 昨天有殺盤 然後今天又有一個特別的 算是 我覺得是比較先像籌碼戰 因為昨天禮拜二 然後今天是結算日 然後結算日就會有一個 這個方向 然後他會 往這個主力他自己想要的方向 那他昨天已經先砸盤了 所以說昨天往上這個 美股又往上爆噴 這樣子 所以說 他應該就是在昨天先選擇一個方向 而且是很急速去跌 不讓人家去做 做到這個空單 然後急速去跌跌跌跌 風環接下來 對他已經選擇方向了 然後 今天其實也是一個上衝下襲的盤子 如果說你有看期貨的話 非常的精彩 那非常精彩 基本上我禮拜三都不錯 因為我真的發現說我禮拜三呢 我看了支撐壓力 禮拜三基本上都不好 都會壓力被突破 支撐被跌破 跌破拉回來 然後又拉來拉去 然後上上下下這樣子 基本沒什麼用 對反正就是 可能主力自己在這天 他也不太看了 他只是想要弄出他想要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自己目前還是看說 還是以這個做多為基準 然後盤整上去 盤整 不知道會不會上去 就是以盤整盤 那當他跌破這一層的時候 14400這個地方 我就會去覺得說 有機會去轉空 有機會轉空 有機會轉空 那如果說他是跌破 然後來個破底翻 當然好嘛 那之後又要全面看多 當然 當他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再看他線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 剛剛前面有講 不太會做破底翻 這是在練 昨天在練 但是在打期貨這樣練 不用之前的方式用 不過還是 呈現一個失敗的情況 等到哪一天成功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昨天 一單還是輸了 還是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櫃買剛剛有講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期貨部分 期貨部分呢 目前的壓力依然看向這個位置 早上我在群組裡面 我是發作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是支撐 所以目前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還是覺得說 就是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區域是這個壓力和 這個地方是壓力 壓力或支撐 看他夜盤怎麼走 看他明天早上開盤怎麼開 對那如果說 你是有操作夜盤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把它當作是壓力 不過 我的方式會比較適合運用在 早盤 早盤的那一個開盤 或是說夜盤的那個開盤 就是在開盤的那個瞬間之後去做單 會比較 那個moment比較好去抓到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目前呢他在今天這個地方也是爆了 今天最大量 所以說他的量還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還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這邊是支撐這邊是壓力 還是沒改變 但是今天就這樣穿來穿去 對不對穿來穿去 做空死 做多也死 所以說禮拜三基本上就不做期貨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個股 對前面講的蠻多的算是廢話 也不算廢話 就是主要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永遠永遠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非常重要 你在 呃 你出門 除非說你是漫無目的地的走 不過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喜歡漫無目的地的走 然後放空嘛 不過大部分人阿 9.9成人出門應該都有個 有個明確的目的地吧 我要去吃飯 我要去買3C產品 我要買電腦 買PS5 我要買switch 我要去逛百貨公司 都有明確方向 那為什麼你在 呃 在股票市場裡面的時候 你沒有 對我是比較強烈建議 那個 停損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建議 你交給 智慧停損單 我非常非常建議 對我蠻建議的啦 就是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應該也不是說沒有辦法 我覺得人性這個東西 你要 要訓練也可以 你要不訓練呢 我覺得就直接丟給機器 像是我在 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停損嘛 然後它會一個音效 那這個音效呢 每次聽到呢 我都會覺得很討厭 我在其他的 比如說看電影 還是在外面逛街 有時候聽到這個聲音 就想起這個不好的回音 因為這個聲音 只要一想起 可能是打停損 但是呢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情緒啦 我講真的 因為你在當下 你去判斷優勢後 你可能就 大部分的人 我覺得都還是會 是失敗的 你只要有時候 一猶豫 你原本可能 要虧個一千塊 但是你最後 就變成虧個一千三 一千五 那如果說你資金多一點 講一萬好了 那你可能原本虧一萬 再來可能就虧 不要說一倍啦 可能就虧個一萬五之類的 因為你原本就已經 設定好你的封控 但是你卻 沒有一個嚴格的去執行 那 我覺得是比較 本末倒置 所以非常非常建議啦 非常非常建議 好 那講了非常多 我們就來講個股吧 這個應該才是大家想聽的吧 對 因為講大盤其實很多人都會講 那都是預測 都是預測 我自己本身也是預測 那我大盤的方向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就是看那個點 好看一下 大同 那大同這檔我自己 那時候是都沒有啥興趣啦 不過 他這裡好像形成了一個破底翻 這裡有一個破底翻 然後 這一根呢 怎麼講 從K棒裡面 可能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也算是破底翻 但是這邊翻得比較下去 才上來 對 因為他疊一天 然後隔一天收回來 這邊也算是一個破底翻 算K棒兩天都形成的 一個強射破底翻 但是他沒有那麼有力 他是選擇他回來到這邊才上來 我看一下這一檔是什麼時候去講 什麼時候去講 這個 欸 我是在10月22號 超久了 那個會員那時候 時候可以做多的時候 10月22 大家在這個地方 我應該也是做這個地方 我應該也是說這個地方 可以去做多 但是如果我真的去下單的話 我也是會輸掉吧 我也是會輸掉 對應該也是非常有機會被打停損 因為那時候他的這個 趴數其實沒有到很多 他原來的趴數就沒有到非常多 然後就沒有去注意他了 然後他現在又突破這一層 所以說你理論上就是把這一根呢 這樣子擺過去 喔這樣子擺過去 對 其實我忘記之前我是怎麼講 我不知道我應該是說 這個地方去突破回撤才去做進場吧 應該是這樣 我也不太記得 那他今天有一個明顯的 進來 可能就是外資的 他覺得這檔可能比較敵技起吧 可能就往上去走 那你可以算一下他的趴數啦 他有可能 蠻有機會的喔 講真的蠻有機會拉到上面這一層 不過也是只有10%而已 然後他的這個停損呢 我就會直接抓這根低點就好 他如果跌破就走 跌破就走 大概只有1.5%吧 拉高一點好了 大概1.5% 1.6% 還可以拉 如果要做這一檔的話 就不用看到3%了吧 我覺得就抓著 這根大量的低點 也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一根突破啦 所以這檔差不多這樣 那他拉呢 也不會覺得他能夠到太高 頂多這裡 36或37 這邊而已 那我是直接拉到37 我們要中心電齁 剛剛有沒有發現我這個圖不一樣齁 因為我把他後面那個虛 那個線都把它給刪掉了 因為想說要畫線的話 欸 畫什麼破底方式比較好去畫 對 但是我現在也沒有在這邊做啦 我只有騎貨在這邊看而已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心電吧 中心電呢 那時候 呃 我們群組裡面有人說 他的朋友呢 在昨天突破前高的時候 是去做進場 對 然後 我是覺得 嗯 好像也是對啦 不過 就是 最好是等收盤 所以我才會那麼的 強烈建議就是都是等收盤 我確定之後再說 那他昨天其實就是 來 跟妳講 看一下下面這一根大量 他就是高檔呢 呃 爆了一個最大量 然後最高價格 上一線 然後反正可以幫最醜啦 可以幫超級無敵醜的上一線 所以他很明確呢 就是一個出貨盤 然後我們這裡畫了下去 基本上他沒有去檔 所以就不用看 沒有去檔就不用看 好啦 看一下他現在怎麼去走 有可能啦 他回落的話 因為那時候是說 他這邊要走一個上飄起 然後在這根突破了嘛 然後這根也是過去 就說 其實 這邊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覺得有點 不確定 講真的 如果說 每一次這樣子的突行 我都把它歸類為說 是失敗的突破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會想要做進場 那也吃不到後面這一段 所以 股市到底有沒有百分之百的聖杯 我認為是沒有 我認為是沒有 你只能去 去經過一些微調的操作 譬如說 我認為這一條 我認為這一根呢 他沒有突破這個上一線 而且這個量的量體呢 11月30 跟這一根的量呢 完全不一樣的齁 只是他這個突破根本就有一點好像虛假的突破 所以真正要做進場可能是這一根 然後價格有在彎下來 下面的時候再打第二筆蛋 這個可能才是一個 我認為說是 要做到這一筆 做到這一筆 做到這一檔呢 比較對我來說啦 會比較合理一點 會比較合理一點 那當然如果說你完全不care 你覺得說 這個收盤過了就也是突破了 那你就在收盤做進場 那也是這樣子啦 也是這樣子啦 反正呢 就是你要有自己知道 在做什麼 最重要 那現在他有機會回落下來 我自己個人看的支撐在這裡 但是我不會去做進場 為什麼我會經過他 有一些測試啦 我現在目前 不是很確定 這..單憑這兩根 跟這兩根 然後 這根我還根本真的不確定 他到底是不是這一個支撐啦 這根這個最高61 不確定 但是就是 可以在這個地方去觀察看看啦 如果說 有真的下來 那或許你能夠做進場的方式是 在不確定的因素底下呢 你能夠做確定 今天去收盤 譬如剛好收在這邊 那或是說 今天打了一根下引線 收盤收上來 那你可能沒辦法 在最低點 但是能夠確保說 支撐可能是在這裡 然後你在收盤收上來的時候 再做進場 目前個人的看法 那不然的話其實 你就直接不考慮吧 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是不是這樣子 就 有時候你考慮的越多 反而是對於你的操作上 會比較困難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蠻推崇說 你要保持一致的交易 保持一致的交易 那如果說你能夠保持的話 那就是 那那個交易是能夠賺錢的話 那是保持一致就好 然後去微調微調 你的策略像我剛才說 那個點如果說他不是突破 那我就抓了這個 可能是有打兩筆彈的這個方法 那如果說真的上去 那就放飛他這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立凱吧 立凱他今天的這個支撐呢 守了大概 將近快一個月 然後最後跌破了73 而且他們跳空去跌 那他今天跳空跌下來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 欸對我忘記在講了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你去在盤後 看這個籌碼 我現在看不到了 如果說你在盤後看籌碼呢 如果說你有發現說 這個籌碼是在 譬如說他的籌碼是 買超這邊居多 而且是比較明顯 譬如說這邊兩百 這邊三百兩百兩百這樣 然後這邊才一百 然後五十五十五十什麼之類 那你可以去 大概的再安心一點 可能就是今天呢 大部分的主力呢 都掛在內盤去買 好像就是掛在內盤 68%嘛 都掛在內盤去給人 再賣給他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 明天會比較看賞 如果說你有發現籌碼是這樣子的話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因為大盤沒有正式轉弱之前 我都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就比較偏向於說 就是 還是有人在接 只是他們出價的意願是不大的 是不大的 今天基本上很多都通雜 這種通雜的盤呢 你要說 你要說真的 什麼掌碟護劍嗎 我覺得倒是真的沒看到 基本上都是使命在雜 我們每檔 每檔都在 譬如都是在 好像是在十點半過後 這邊開始雜 然後後面尾盤又稍微拉起來 大部分人各個都是這樣子 你看喔 你看到這個利基 他最低點是在十點五十 那你看到中心點 差不多 十一點四 十一點 十一點整 反正大致上 都差不多在這區 十點半到十一點這地方是最低點 所以說 如果說你有發現張子的個股 那搞不好呢 他只是今天就是 賞物更能賣 比較偏挫殺 當然還是以資深為主 好啦 講回立凱 立凱其實就蠻easy的 反正目前是 你這邊跌破了 如果說你能夠去承受這樣的風險 承受這樣的虧損的話 當然你沒問題的話 可以 從這邊看到這個地方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不想要去停損 所以說 你今天要嘛停損 我覺得也ok 那你跌下來決定要做加碼 我覺得也ok 那你跌下來完全沒動作 我覺得也ok 因為我沒辦法告訴你說 他一定守得住 對 那如果說 再經過兩個禮拜的盤整 然後他跌下來呢 你這邊的虧損可能就小一點 可能只有5% 然後但是現在嘛 他今天就開始砸盤 然後可能就一個明顯出貨的話 那可能就是 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三星區的這個價格裡面 我覺得都還在合理的範圍裡面 合理的範圍裡面 這樣子 目前這樣看啦 那如果他真的跌破的話 啊 該走的還是得走 該走還是得走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利基齁 這一檔呢 其實在上面呢 也是守了一下齁 上面還是有守 上面還是有守 所以說就持續看吧 他沒什麼特別的 那他會不會跌破 會不會下來 會不會上去 這個我也不知道 不過單看量的話是 沒有發現說比較 呃明顯的 說特別特別的 那種出貨那種 超常的上影線 所以基本上 就這一天他有 比較重度的雜盤 但是有被拉回去 比較重度的雜盤 但是有被拉回去 就好 就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 就反而是 看起來好像越危險 角度越高的 反而去守住 對 可能他的重環是 現在有時候可能是更加乾淨的啦 好看一下這一檔 這個細微 這一檔 還是處在一個 好像看不太懂的一個 走勢 呃 看一下 一千多張 兩千多 四千 目前會先這樣看吧 我目前這樣 因為他剛好打到啦 所以我先看看 那你就說 阿為什麼不貼 最上面這裡 要貼也可以啦 只不過 呃 貼上去之後呢 你的這條還是得貼嘛 還是得貼 因為他剛好打到嘛 剛好打到 而且 呃 我最近阿 就是在研究這個相關曲線 到底要怎麼畫 我還在研究 雖然說 我覺得已經畫的 算是可圈可點了 但我自己本身呢 還是在研究 所以說 目前對於這一檔來說 我會認為說 有一個潛在的壓力區 那究竟他能不能夠突破 那究竟他這邊 我到底畫的對還是錯呢 我不會去 呃 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我如果不打算進 進場的話 我就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大致上 能夠再去抓一條 這個 看一下 抓一條平行線好了 這個位子吧 這個位子 看看 掉下來有沒有機會 不過我 因為我這張圖呢 我是有畫 加上上升趨勢線 然後我在前幾天我講 我說上升趨勢線呢 反而好像在台股裡面呢 他反彈的階段好像不太看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必要去看 那他現在可能搞不好 我覺得搞不好啦 搞不好打到 因為打了兩天了嘛 所以說我 嚴重懷疑他這邊就是 壓力 嚴重的懷疑 那除非說 他後面真的突破上去阿 然後 目前看起來是蠻有機會 那這個地方是沒有經過設施的支撐 所以 不會馬上做進場 也沒有到那麽看得到 那他這邊的線圖是比較 嗯 混亂一點的 好我們看這檔 這個圍影 小 看個別的東西 嗯 OK OK 好 那我們圍影呢 也是從底下畫一條三針虛線 那這個三針虛線呢 在 嗯 昨天 前天 然後跟 上禮拜我剛好打到嘛 然後 昨天跟前天也是 在這個地方往下彎 不過這個很難去確認說他到底 是 什麼樣的一個走勢 所以說 這個三針虛線呢 我依然會保持去看 因為他剛好呢 不知道什麼他主力就是硬要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 欸 就開始盤整休息 開始盤整休息 然後這個三針虛線呢 在 我放到給大家看齁 呃這個三針虛線呢 剛好在這個地方去 去突破啦 這個地方 突破還回射了很多天 然後就往上走 所以 我現在也不曉得他到底會怎麼走 我自己畫的 我自己覺得是蠻亂的啦 我自己覺得蠻亂的 呃我只能說 我還是把他想像成說 他還是會 呃往下跌吧 我目前的想法應該還是保持這樣子 還是保持這樣子不變 然後他 他拉到這一層會有壓力啦 不過目前這個 我們之前畫的三針虛線還卡住的情況之下 就還是先看有壓吧 然後就 找不到任何可以去 呃 覺得讓我自己覺得想住進場的點啦 除非說 他 突破到這一層上去 我可能會考慮吧 好 我們看一下台畫齁 OK我們看一下台畫 台畫 欸 什麼時候講的啊 看一下 10月22號的會員空方 10月22號 看太遠 看太遠 10月22號 對我記得啦 我那時候應該是畫這邊啊 等待他跌破的時候 可以考慮去做空 然後來這邊糾結 慢慢慢慢做上去 然後 現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剛剛切成周的齁 周的部分 他是 在這個地方齁 上禮拜的地方是又收起來的 所以 基本上目前應該還是把它偏看做 他會往下跌吧 他的線主其實蠻漂亮的 一根下降趨勢線 然後就能夠去做單齁 就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空方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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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找到他的支撐在哪邊 應該在這裡吧 應該在這裡吧 大士山應該抓這裡啦 不過 這邊好像有點突出去 所以 也可以這樣畫 我再補上一條 反正呢 目前這邊這個結構呢 我覺得還是比較偏看點 這張 我們看南亞 看南亞他的高點就是會維持在這條上升趨勢線 那我們就移過來 然後他最最最大的底點在這邊 就還很遠喔 因為這邊是從2015年這邊畫過來的 那現在的走勢 我來看看 他曾經齁 這個地方是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他曾經要突破 然後突破失敗後面就拉上去 所以他現在 看一下喔 喔 開防了 不要往下彎 看一下 最低1 4 5 8 3 就往上 所以 就看這個地方吧 1 4 5 8 0 好 那 講回來 欸 他突然往上找 OK 講回來 嗯 這個地方喔 目前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因為 嗯 不曉得是 他這個山上趨勢線 有沒有他實質的作用 不曉得是這樣 但是 也有些人是直接 會捨去掉看山上趨勢線 他會直接 考慮在這個地方 再去 做單 所以說 目前可能要等他砸回到 73點 73.5左右 喔 73.5左右 或許能夠去觀察看看 然後 我只能講喔 這一檔的這個趴數 好像也 不是 太漂亮啦 所以 我是建議 是不要玩啦 因為你看喔 拉到這裡 支撐到這裡才7趴而已 那這樣你停損要抓幾趴? 抓2趴嗎? 如果說你停損抓2趴 我覺得合理啦 如果說你沒辦法這樣抓的話 那還是算了 還是算了 好 我們來看他活太行 我剛才還在想說 怎麼不見了 好 國太行就是 之前蠻久之前畫了吧 我忘記什麼時候畫 我記得那時候還把他加入空方 對 然後我看他 是雙11的時候畫的 雙11在這邊畫 因為他 那時候找他抓空方 是在這邊那個階段 然後後來他這裡做了一個 反正就是 一個類似 算是破底翻 拉到這邊才是比較正確的 大概這裡吧 這一根有疊破 這一根有疊破 這一根拉起來 就拉起來 打一個底然後往上走 那其實基本 但大部分的個股呢 在11月到現在呢 都還是漲一大段 都還是漲一大段 所以說 我那時候在那邊講說 是空方的時候 我還是很提醒大家說 就是 其實空方跟多方一樣 都很難做啦 你不要覺得說 今年空方就特別好做 今年也沒有 特別有人出來唱一下說 他空方然後賺來多少錢 我沒遇過嘛 因為大部分人還是賺 走多方是比較好賺錢的 空方只是 可能是一些避險 那如果你資金小 其實連避險都不用 就是減碼就好了 因為你可能你也看不準 然後兩個被多空雙八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國泰金 好我們看一下 之前呢 這是很久之前畫了 應該11月11號畫出來的下山循璇 剛好在我們的12月1號打到 然後剛好伴隨著 這個 昨天前天的行情 往下去彎 往下去彎 那現在此時此刻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會看的低一點 可能會看到這個地方 不過他這裡其實有一層缺口 喔一層 我幫他問這個 這一檔的人是 是看到什麼什麼消息嗎 我記得好像早上有人傳給我 是他要現金爭執還是什麼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那種東西就是 不是說他現金爭執或僭執就一定會漲 那東西就是一個賭博 賭博 賭博 好像你買這個 嗯 百分之他會去抽籤的那些股票一樣 那就是一個賭博而已 你就是把他當作是賭博 小賭遺情 大賭 請家彈場 不是上感情而已 請家彈場 那目前這個結構應該是可以先看成這樣子 就 他如果最後通疊 就是這地方就往上漲 最後通疊 但不會在這邊去下彈 因為他這裡就是一層壓力 而且下上區先應該也會有壓力 他不會那麼順利上去 應該往上來這個地方 然後會往下 所以目前是比較偏去看他有機會去疊 看他有機會去疊 那至於疊到哪邊 我也很難跟你說啦 我大致上應該還是會看像這條這個黃色的線吧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他這裡沒有一個 這裡我是把他當作是有一點像是 之前畫的 我把他當作是一個頭肩底 或是破底翻 反正不會看得太高 真正的支撐不會看得太高 一定會往下去拉 往下去拉 三巴這邊附近的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奇友 我忘記是講到自己幾檔 喔 奇友最一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奇友 嗯 奇友的部分呢 之前 這是我們會員個股 然後那時候說這個地方去考慮 在十一月中旬的時候 所以 基本上如果說你有操作到這一檔的話 我隨便轉喔 操作到這一檔的話 基本上你拉到這個位置 那時候壓力也直接抓給大家 你應該轉15% 所以說你下他呢 可能今天或昨天呢 是虧損 你就是用賺15% 去補這個 虧損的 一定就是 會賺錢 會賠錢 這是很正常的 這是非常正常的 除非就是一樣拉齁 你除非你能夠下一筆大單 然後從此以後一勞永逸 然後就完全就不換股票 那你就是股市裡面 最大贏家 你搞不好過了十幾二十年 還可以這樣鎖嘴 但是呢 如果說你沒辦法 你一隻腳踏進來 就動不掉 那個影就動不掉 你就很想下單的話 那你可能就無法逃脫 這個命運了 你肯定還是會下 所以說你要下在一個你懂的位置 那這個就是 走的技術形態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是 有一個強勢在拉的感覺 對 反正呢 目前看法是這樣 那這個問的是 我們的會員 所以希望你 我忘記誰問了喔 希望你是有去做挺立的動作 希望 真的是 希望你有做挺立的動作 那這檔其實在 一般的副盤其實也有講 我記得也有講 在 12月7號 今天是12月7號不是 11月17號 我想說12月7號 11月17號呢 也有講 所以說那時候一樣 我不會講一追 我這時候回來再買 所以說你有做進場 你就是 拉出去 到下一層 肯定要賣 然後 就沒什麼了 反正目前呢 你要全部賣光 我沒意見 然後留著也我也沒意見 我覺得留著會比較 簡單一點 這邊就要講到說 你 留著呢 可能就是不用去 複雜的操作 你有一筆很低點 很低價的這些個股 其實你在操作起來 你就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你不會全部 可能你今天 你昨天全部賣掉 然後今天全部 呃 昨天全部賣掉 然後全部轉性的個股 就今天全部暴跌 然後跌破支撐啊 什麼東西全部都在跌 那你那種感覺是 有差的啦 好那我們大三講解到這裡 然後就蠻可惜的 我們這個 沒辦法下這個單齁 就不然我們是 欸 勝利了 但是我還沒有考慮喔 就會練起來 就我一樣 我就講 我還是在學 還是在學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這樣 OK那我們這部影片到這邊 然後待會再錄第二部第三部 好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